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歡迎來收聽我們FM105.7姊妹電台姊妹新幹線的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王俊凱 阿凱亞 今天是我們自從六親來的 自從六親來的節目單位 我們今天跟各位來探討的問題就是 我們這禮拜 管政府占對六親受媒體生媒的虛科症就要告知了 占對這兩張虛科症 要開心者會議 心者會議出來的結論是說原本 副局長選佈的結論是說 給他延半年 四個月以來 趕緊來補足療 因為心者委員都認為 足療不完整 但是 昨天 李靖雄館長有說 既然心者委員的意見是說 足療不完整 這樣就應該連半年就不能把援 所以說 要求 大叔 你趕緊來準備足療 看不及你不能把援半年 趕緊找時間 再開一次心者會議 所以 針對我們這次的心者會議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是我們雲林副局大學法工學老師 林村強教授 老師你好 大家好 是 針對主持人說的這部分 我要做一個補充 首先要感謝李館長 這次可以開放我們在外面的人 公民團體去參與跟討論 是 因為第一次的心者會跟這次的心者會 我想第一次 因為第一次的心者會 大概有三四個心者會去參加 他們都沒有提到要補比較完整的重金屬 檢測項目的問題 就是說重金屬在那個森林裡面的含量 含量 還是在排放口含量 排放海水含量 還是在理會含量 因為審查委員大概沒有要求很嚴 大概只要求測這個牽工跟隔 但是燃燒森梅裡面含量重金屬 大概最少有10種組合 所以要感謝李館長開放外面的人去參與 我這次才有可能以旁聽的機會 以公民的身份來參與 然後發表意見 重金屬的部分要在這個生媒 還是用排放口還是海水 排放海水還是說在這個地位裡面 要完全把它拆出來 所以我這次如果沒有開放公民團參加 我這次也沒有去參加 有可能這次心者會就過了 有可能就過了 我真的要感謝李館你這個機會 讓我去參與這個討論 是也真的感謝林村強老師 這麼積極這麼主動 聽到這個心者會議要開 趕緊走來的會議上面 去提供他這個專業的意見 要讓這個委員和寬佛教做參考 這次的這個許可證審查 才有辦法後來把它拆起來 欸老師 剛才你有說到一件事 你認為包括你在心者會議時也有說到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可以動下來的很要緊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如果要發許可證 如果要發許可證 給六卿繼續燒生煤 如果這樣的話 六卿要先做到一件事 就是說 你要先證明 我們附近幾個鄉的基民 他就裡面的這個黨金色 和他這個中間的這個問題 都完全跟六卿無關 都不是你做成的 你才可以繼續燒 這個部分 想要給老師請教一下 是怎麼會有這種建議 這種想法 現在 我們現在的制度 還有這種設計 老師 一般 我們比較 弱勢的老百姓 是 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 我們沒有錢 沒有人 沒有錢 沒有人 來證明 對 但是在美國 他是比較保護一般 弱勢的人 人民 所以他有立一個緩急政法 什麼叫緩急政法 什麼叫緩急政法 就是說 今天大叔在美國也是有學生對不對 對 教師大叔在美國有學生 他唱的旁邊 如果是有那個 有人 叫做緩 就像說 他有檢出那個 人的流裡面有 還是說火裡面有重金屬 的時候 大叔美國唱的人 他就算有嫌疑 對 他就要證明說 有的人 火裡面有重金屬 重金屬 這個大叔就要去做急政 說 所有人的流到這個火裡面 重金屬 跟我大叔完全無關 完全無關 這就緩急政 這就緩急政 有利 有利 所以我們台灣就沒有立這個緩急政法 所以 我真的要向立委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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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我們這載 落市的老百姓 趕快立這個緩急政法 是 人工人 發行問題 先 要請這載工廠 要做 擠出證明 我現在幾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 六輕六輕那邊 詹常常教授大概有做一個驗尿的檢驗 然後他有做一個初步的結論 原來第七大概 你六輕越近的話 他的健康的衝擊越大 健康衝擊越大 對 越大 然後 他有減出流裡面 像不流到大神流裡面 有那個重金屬 有那個重金屬 所以我這邊就提出說 你六輕這次 如果要燃燒生煤許可證 如果要展現的時候 李館長你要要 要求六輕 他說 詹教授做的 量的重金屬 跟六輕燒的這個生煤 完全沒有關係 如果完全沒有關係 李館長你才可以 給他的許可證 燃燒生煤許可證 才能展現 才能展現 才能讓他延續繼續燒 藉由就緩起症 就是說 你說 一般你說 到底待遇到不流到的 居民有可能舉證 有可能性命 因為性命這個事情 實在很不簡單 要做很多觀察和法驗 你要做很多採樣 而且 而且時間也要長期的時間 而且要很多人力 很多財力 你叫做到的事 要不讓人去找出證據 這樣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們 我就要呼籲 立法委員拜託 對我們老闆比較照顧 趕快在立法委員 通過環擊政法 如果發生什麼健康問題 還是農民木嬌症問題 就要去找那個什麼 找那個 污染 污染源 找那個企業 要證明說 跟它企業不關 這就是反擊政法 是 這也有贏 因為這個道理 就是說 這個企業來到這裡 避免我們這些土地 避免我們這些 組聯的主管 包括空氣 所以 你其實應該要主動政靈說 你沒有破壞我們的環境 你沒有影響到 我們原本基民的生活 就像說 我們是去一個地方 可以找商店 找人社區的活動中心 來辦活動 辦完後是不是 床的衣服 要收得好 電話要切掉 也要收得好 不可以害人去抓拆頭 這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 剛才林教授所說的 反擊政的責任 其實應該是 比較需要透過 立法院的委員 趕緊來做這個立法 等於這個問題 我們先探討到這裡 接下來 再跟大家繼續探討 這次的心情會 相關的很多問題 馬上回來 大家不要走開喔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 歡迎來收聽我們FM105.7 姐妹電台 姐妹心幹線的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王俊凱阿凱阿 今天是我們自從六親來了 自從六親來的這個節目 今天為了要和大家來探討 這個六親 這個收生媒的許可證 要來第二次的心情會議 這個事情 我們特別邀請到 在這次的心情會議 以這個公民身份 參加會議 提供很多 專要意見 和 心情委員和康博教來做 心情參考的這個教授 我們雲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化工學教學林村強老師 老師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是 老師 剛才你在這部裡面 有講到 六親的代表 在這次的心情會議 裡面 提供的資料裡面 有講到 他說 我們不想來 再在去 我們想繼續收 這個宣媒 但是為什麼要 空氣污染 減量 我有一個措施 每年的十月份到下年的三月份 每年十月到隔年三月這部分 我要來做減量 我要安排稅收 讓我的空氣汙染排放比較少 老師 想要給你請教一下 怎麼對台塑的代表的一種說法 怎麼可以走得通 怎麼可以讓五點比較少 這邊我大概有兩三點要提供意見 是 第一點就是說每年的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的時候 是吹東北季風 東北季風你想什麼 東北季風是往哪邊吹 東北季風是往西南方吹嘛 西南方是六清的西南方是這個地方 六清的西南方比較南邊就是台西部分 西邊是什麼 西邊就是比較外海邊這樣 就是吹出海邊去了 對 所以說每年十月到三月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其實的影響不是很大 而且一般東北季風他很強的話 一般馬上就吹走了 算說他說要來減量的時間就是他原本的物量影響比較少的時間 所以要來減量 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 你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風一般都很大 很強的 等於說它的污染溫馬上就被吹走 嗯 所以對附近的季民影響比較小 是 對 第二就是東北季風吹是往西南吹嘛 所以幾乎一半是往海 往海上吹 對 對 這就是問題 現在他沒有抓到重點 重點在哪裡你知道嗎 一般就是如果一般像現在開始季風吹 嗯 等於春末到夏季到秋秋初的時候這段時間 是不是都比較沒風 對 比較熱 比較沒風 比較沒風 比較沒風的時候就問題來了 就是吹什麼海風 海風 海風是要吹去哪裡 吹對陸地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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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吹到 河北大陸這邊來了 哦 又吹對大陸山區那邊去了 所以我是覺得 由於你的四個到 九個十個 四五個到九個十個時 對 這是減量的重點 哦 這段期間其實這是應該改善的重點 對 對 是 因為 一般 你暗時 暗時時時會可以吹海風 其實你有經驗 你說 在太陽 黃昏 太陽塊 如果要下山的時候 你如果去海邊的時候 你感覺 尤其夏天 你感覺說 欸 怎麼很涼 哦 是 那就是在吹海風 哦 對 而且風很強 對 風是不很強 但是 它是往 從海邊往山邊吹 往陸地上吹 往山邊吹 有可能吹來 河北 達陸這邊 嗯 吹來河北到達陸之後 什麼 除了東安山墓 還凍掉了 凍掉了 就擠在那裡 對 這就是達陸這陸棍 這樣 達陸棍 所以 他的檢量季節 應該是 每年的四五月到九月十月是重點的 他都抓錯時間 抓錯時間 因為這點 我因為在開幕的時候 時間比較有優先 我這點沒有拿出來 所以我 這個審柴委員 還是說我任天有機會再去參加 任天不知道 開放公民團體去提問嗎 那 開放公民團體提問 我提出這一點 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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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般 在四五月到九月十月 是怎麼可以吹海風 我 跟大家解釋一下 如果解釋 大家比較聽 我大概 主要是這樣 一般來說 我們在沙漠裡面 一般海風都是晚上吹的 晚上吹 白天沒吹海風 那晚上吹 為什麼晚上會吹海風 就是 在太陽下山 我們看到 海水的溫度降慢 海水溫度降慢 這時候海水要是熱的 熱的 所以在海水管上的空氣 溫度比較高 所以在海水管上的溫度比較高 它就會往上 另外這邊就是 陸地 在晚上的時候 我舉個例子 在沙漠裡面 沙漠的溫度降得很快 對 就是這樣 所以 海水溫度降得很慢 在陸地的溫度什麼 降得比較快 降得比較快 所以表示 表示 從海那邊的熱空氣的話 就會什麼 上升 沉降到陸地 陸地 這樣吹海風 是這個意思 我這樣指令 大家應該可以了解 是 吹海風 另外一點就想 我要把嘉義館的館民 發聲一下 可能我們在電台玩 有嘉義人 有 我們中華自己都聽得對 對 其實這也是重點 對 夏天的時候 白天都吹西南風 夏天的時候 日時都吹西南風 它的風速也很慢 吹海風也是風速很慢 代表它的擴散 擴散都很慢 對 如果吹海風 擴散很慢 就是 吹到陸陸這邊 然後又被中央山貓擋住 然後又擴散很慢 如果白天 夏天白天都吹西南風 吹去中華那邊 喔 夏天西南風風速很慢 扣散就很慢 所以 很可憐 中華那邊 在夏天的時候也是 也都吃得到 亂吃得到 所以 所以 因為 這是婚姻館在身上 中華館政府管不到 所以 一般六卿也是沒什麼負政 所以有誰在管 他就插誰 他就出力想就好 但是我這邊也要跟中華館那邊 拜託一下 你們的婚法輪都涉在 我們三卿 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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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卿對面 對面的客家 客家 你們的婚法輪 我們婚姻館也管不到 所以 要 要 要向上有同理心 對啦 你不可以說婚姻館沒有管不好 結果 我們婚姻館這邊的人 太害了 我們六卿這邊婚姻館管不好 好 結果婚姻館和自己也都受婚姻 主要是婚姻館 婚姻館 婚姻館都婚姻館 是 所以這邊 要提出說 我們 婚姻館跟婚姻館現在都 綠色執政嘛 應該要 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 針對六卿 或是婚姻館 那些婚姻館 要大家互相 來 改割 是啊 好 剛才老師剛才說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其實這空氣雨漸會隨著風 適合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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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不能看污染源在哪裡 就只能讓管政府來處理而已 其實應該要 跨縣市的區域治理 尤其是老師剛才說到 現在 很多官司 都是綠色執政 所以 其實我們原本就 有 比以前到好的條件 要來做 好好的 做污染治理 好 我們先對這個問題 先講到這裡 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來喔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歡迎來收聽我們FM105.7 姐妹電台姐妹新幹線的節目 也是今天的主持人 王俊凱 阿凱阿 今天是我們自從六親來了 自從六親來的節目單元 我們今天為了要來探討 這個六親尚深媒許可證 來第二次深宅會議的這個事情 我們邀請到 那天有依公民新聞 來參加深宅會議的 雲林科技大學 化工學教授林村蔣老師 來跟大家來分享 解釋一些相關的問題 老師你好 大家好 是 老師 這次 六親的代表 在會議裡面有說到說 我一切都是照規定來申請的 是怎樣 大家要給我貼欄 這麼多 要求我這麼多資料 老師 這裡有延伸出一個 大家常常想到的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鄉親也會問說 既然這個 深宅會議裡面的資料 都是提出提供的 他們家的物業 他自己監測 他自己提供資料 給大家信 這樣沒有什麼問題嗎 那針對這個部分 老師你有什麼樣的 修煩和看法 有什麼樣的建議 可以讓我們的管政府 老師 針對這個檢測的部分 是 六親那邊 大概 我大概兩三年 之前 就開始 跟經濟部那邊 歡迎 是 大概有三個經濟部長 都被我歡迎過 那 我就跟經濟部那邊 歡迎說 你六親那邊 所謂的環評的結論裡面 有要求他 每三個月要做 針對環境的影響 做調查 這部分的調查 都六親自己委託學校 或是顧問公司 去做採樣檢測 自己委託 對 就是六親自己出錢 你六親出錢 你 接受委託學校 跟顧問公司 他做出來的資料 跟可信度 跟顧問 你下校跟這個 軍公司 拿這個六親的錢 去做採樣檢測 他覺得說 六親的什麼 報告問題 也檢測出來的濃度 會超標 所以這個牽涉到可信度的問題 所以為了這件事 我跟經濟部 歡迎三四年 歡迎三四年 像這次 我們在民視的時候 民視節目的時候 我也有讀到 經濟部 工業局 我當面給你 歡迎這件事 是 我跟他說 我之前都反映很多次 你們跟我說的理由 是 因為六親很大 我們經濟部 人力跟財力都不夠 所以 幫幫他自己自主管理 自己做 自己去檢測 採樣 一種回答 我就跟他說 拜託 因為六親一年到多少歲 給國家 沒有幾十億就有 幾百億就有 我說 你拿十分之一 還是百分之一 哪個幾億出來 做採樣檢測就做得很多 專款來做這個 就有夠 所以這不是推多支持 對 所以這就牽涉到說 如果六親自己做的資料 自己做 不論是自己做的 自己去採樣檢測 還是請人去採樣檢測 是 除了他的可靠性都很低 公信力也很低 那這邊就要牽涉到所謂的 平行監測 平行監測 比較簡單就是所謂 圍井 圍井去採樣 對 就是說屬性沒有幫你通知 我就要去幫你採樣 對 講到這個圍井 圍井採樣 大概在那個 應該三四年前 是 環保橋有請我去尋找一個 六親的空氣 去污染的計畫 喔 我當電話就提出說 你們這個家人 到時候要去六親採樣的時候 不能先給他們通知 對 結果他們環保局 主管就怎麼跟他說 一般我們都 最終三天五天 一百元今年就要先給他通知 對 如果沒有通知的話 好像有老民 所以我覺得 環保局的心態怎麼會這樣 對 一般你如果要去抓人 頭棒 灰水還是灰氣的心 你如果先通知一堂 人家說我 一百塊之後 還是五天三天 要去自己採樣 對 人家都做得很好 你去採樣什麼 採樣出來 做檢查也是都符合標準 對不對 是啊 我給個例子 去年日月光還是 日月光 環保局 去日月光採的水漾 結果都把他加水給他採樣回來 算是加水把他採樣回來 對 高雄市環保局的人員到日月光去採灰水 日月光就事先把他採水 採水 採水 那農土當然也急急 就是這樣 你要先通知 人家就先準備好 準備好 準備好 讓你去採樣 人家準備好 讓你去採樣出來 檢測出來 檢測出來 不合格 不合格 所以這部份很重要 這部份很重要 所以這次 燃燒這個 宣媒跟宣媒 徐國正的展研審查會 他的資料 照理說 環保局這邊要做 抽查 要去抽查 自己去採樣 這個資料到底真的要計 他採樣檢測的資料 是不是 這樣走 因為這部份很重要 他拿到你的數字都很漂亮 都合格 你如果知道他是真的要計 對 因為在我們國內棄業造假資料 送送 這是已經有先例了 對 這邊我也要呼籲 就是說一般我們 偽造文書 大概他的那個 也判刑 不是很很重 而且甚至可以罰款 可以還行 所以一般的公司 還是棄業 比較不怕 所以說 我們也要呼籲政府 要頂比較嚴格的法庭 比較嚴格的法庭 甚至說 是不是這種的 要用業務過失 致死還是怎麼 公共危險罪 對不對 頂比較新的法庭 還是說 現身的法庭 他們比較嚴格的法庭 去判 是 如果沒有比較嚴格的法庭 還要頂比較嚴格的法庭 所以這部份也是很重要 是 所以我負責這個 環保教的人 針對這個 這個 南朝生命的 許可證的展覽 後來的審查 也是要特別注意一點 你自己要去 做抽查 抽採樣檢測 來看他的數據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正確性是不是有夠 是 如果資質不對 你不要在心臟出來 就有問題了 那是 不能單純用他們 那口罩的所需 來做 來做心臟 要不然 如果是被騙去 要怎樣 好 我們非常感謝 林順強教授 今天特別來到 我們節目的現場 來為大家介紹 這麼多 跟我們 那個前心臟 一些 很重要 很關鍵 一些美國 一些知識 一些提示 來介紹給大家 感謝各位 藍心的收聽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 聽眾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先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聽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歡迎我們收聽我們 FM105.7 姐妹電台 姐妹心幹線的節目 我是怕你的主持人 王俊凱 阿凱 今天是我們自從六親來的 自從六親來的節目 我們今天連續兩天 為大家邀請到我們 雲林科技大學法工學的 教授林順強老師 來替大家解釋說 針對這次 希科政心臟的 這個會議 一些問題 一些資料 跟他個人 一些見解 因為這次 這個希科政心臟 會議的 林順強教授 也以他個人 公民的身份 來去參加 雖然他不是這個心臟委員 但是呢 因為他提供 很多補貨的意見 所以 造成說 在 原本 環保局副局長 他是選擇 如果說 要讓他演半年 六親繼續收 那 你趕快補資料 來補心臟 這樣 問題是 因為 這個 很多委員 堅持 包括 加上 林順強老師 一些建議 提出很多問題 六親其實 你這 這項資料 也沒有 那項資料 也沒有 你這要怎麼演下去 所以 立正雄館長 有個馬上宣佈 有說 既然 心臟委員 感覺資料 不完整 既然 在庭院 專家學生 認為資料不完整 這樣 應該連百年 都不能讓 近期之內 儘快 把資料補齊過來 然後 要求環保局 緊急時來 繼續 再來 安排新年 一次的心臟會議 要來心臟 這其實 是一件 好的事情 表示說 館長 確實聽到大家的聲音 聽到大家的要求 說 這個 這個 不可以放水給過 不可以 黑白來給過 加上說 現在我們 這個金銷酒油 到媒體 這個 主題條例已經過關了 所以 當然 有這個理由 有這個經濟 可以要求 更嚴格 不過 雖然 這個 這個 我們看起來 已經有一個好的開始 不僅是 他結果 打掉 叫他頂上資料 而且 另外一方面來說 也是比以前 還要公開透明 所以 既然有一個好的開始 我們在這裡也要邀請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 當作來 努力 來 讀書 來監督管政府 讓這個好的事情 可以把演習下去 好的事情 做好 做好 要怎麼 讓他知道 這個好的事情 要做好 大家可以手機拿起來 這個電話 趕快把它抄起來 給大家補一個電話 這是我們理晉用 館長的 這個館長式的專線 來 空五 五五二支 空一空 零五 五五二二 零一零 空五 五五二支 空一空 這支電話 卡過 那些 管長的秘書 會把你接起來 而且 你能跟秘書說 這次 心情的事 你覺得 管政府做得不錯 比以前進步這麼多 尤其是可以開放公民團隊來參與這個部分 真的是有進步 要把管政府和管長肯定鼓勵一下 而且 應該要鼓勵我們的管政府 在這個基礎上頭 繼續進步 譬如說 今天 那些節目裡面 春強老師 都有說到 他原本 希望可以拿早看到這些資料 可以好好的準備來參加這個會議 但是 這次 不會有來拿到資料 所以 希望 阿拜 看報告 後一次的心者 因為 管政府要求 馬上來安排新的心者會議 後會的心者應該就要拿早 通知 拿早把這些資料 放在網路 讓大家可以自由下載 如果 有個資法的問題 蓬試到 在隱私的部分 可以蓬起來 沒關係 因為大家要看的是 台索 像上的監測資料 也不是要看他 公司什麼人的個人資料 所以 可以放心 那第二部分 占對現在 金銷醬油跟媒體自治條例 這個主題條例 雖然通過了 那官長也 親身來公共要來實習 要來實現 但是 現在 經濟部 跟環保室 他們的態度 優丸是放很硬 還沒軟下來 他們優丸 尤其是環保室的書長 就很強的 很幾天 就特別 在報索上頭 寫一篇文獻 來批評說 那地方政府 你不能參加 託費 一樣 戰地為王 自己 定自己的規矩 自己想怎樣 就怎樣 這樣 那些國家會亂起 說我們參加 我們要定自治條例 要來 抵立我們 訓練館 裡面的物質 也可以 受兵的館 譬如說 中華館 還有 嘉義館 嘉義館 南島 這些地方 其實都可以吃到 比較好的空氣 水到比較好的空氣 船口比較開外 但是 竟然可以向中央說 你戰地為王 你參加託費一樣 這樣實在是不對 我們感覺說 其實這個自治條例 不是管政府 要來 要來戰地為王 的問題 不是管政府的意思 是人民的意思 是自去年到現在 我們人民 不斷去要求 管政府 不斷去要求 建議 特殊 管政府才可以 把這個 自治條例的版本 拿出來 由 議會才可以 這麼快就 三國通過 不然以前 哪有這種例 人民不關心 我們的管政府 跟管議會 哪有可能 這麼快就通過 所以 其實 中央的經濟 沒有跟環保順 你們搞錯對象 根本就 沒有錯了 你如果真的要 溝通 真的要 活躍 應該是要 你不是這裏台北 你要親身 來到雲林 來到我們 中南部 跟我們中南部 這些 要吃壞空氣的 這個人民 好好當面討論 對啊 你說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金銷 問題是我們吃的壞空氣 是不會怎樣 對吧 事情總要可以開關 所以 不要再想說 要來 這個 蘇貝哈喬 或是用 嗆聲的方式 要來 做動我們的自治條例 那是真的 像這個 有機械的 這個中央政府 你就應該要 打起 你中央政府的這陣子 要下來 跟人民 政府就是要跟人民來交通 不是說 用你中央的權力來 押你的地方政府 說你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這才是 比較要緊的地方 所以說 尖對 甘讀我們中央政府的部分 也建議 大家可以 靠電話 去經濟部 靠電話 來去看保守 標達你的意見 經濟部的這個電話 是 控制 2311 2200 022321 2200 這是經濟部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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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利用吃飯休閒的時間 等人的時間 有營的時候就能打開表達我們的意見 好好的跟他們說 要求他們落到婚姻這裡 跟大家開講聽話 好好當面來解釋 討論 這樣這是一個民主國家應該要有的政治現象 不是要用捕捉來搶聲 感謝大家收聽今天的節目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